这问题就很严重了 然后你价格又相对来讲 又是有利可图 所以就造成很多的弊砖 专家认为 与电共生其实利益良善 却因为庞大的利益纠葛 让一切变了掉 他可以用非常非常少的资本额 甚至一个公司只有十万块 一下成立五家公司 五十万他就开始介入整个的光点 开始收购这些农地 然后等他可以转手的时候 就是好几亿好几亿的这样的收入 让人越来越质疑 就是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 不可告人的利益在里面 目前整个绿能政策 是中央下放给台南市政府 在整个台南市政府的 核管习惯主导之下 台南市政府 他开绿灯 让这些业者进来 整个台南市大举圈地 而且帮这些开发业者 解决一些地方的问题 长期为旗鼓生态保育奔走 杨慧卿坦言 向市府提出建议 甚至组团北上陈勤 得到的回应都是以拖待变 台南市的整个光点开发 尤其旗鼓的地方 最后的获守应该是台湿政府 他为了他本身的政绩亮点 他会气上满下 大概目前我们地方最后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对工部门 现在台南市政府 在说什么的话 其实都会抱得很大的质疑 七股光电问题 并非全国唯一 全台各地都有不少 为了开发光电 砍树伐林 或在良田盖上太阳能板 这种大跃进的推动绿电方式 让不少专家看了直摇头 台湾地下人筹 那再生能源它需要空间 包括你风电也会有噪音 那太阳光电你屋顶不够 那个空间是有限的 跟这个欧洲或者是美国不一样 跟澳洲差异更大 那我们现在的土地 基本上用到说 本来是地层下陷污染的土地 那沼泽地也要用 对不对 鸟类的保护器 现在像七谷那边 那边也要用 那甚至那这个农地也要用 专家表示 即便台湾发展光电条件不佳 政府还是到处盖 不断破坏生态 归根结底在于能源政策 麻吃麻不熄 熄吃不连麻 真的是这么恶搞 你不做一点贡献 好啊 你伤害这个土地这么多 那如果这种错误的政策 要继续走下去 大家都会很累 反核已经不是潮流了 那你如果还要死爆这个神主牌 还是台湾人啊 在发展光电跟风电的过程里面 那我们陆陆续续都揭露了 这里面其实有真的很多是亲律人士 真的是像律游泳 是不是因为这里面 常有庞大的利益 所以也使得最后 民党政府就是不管了 他就完全不踩刹车的 继续往前冲下去 那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 包含一些绿营人士 连当时像那个刘远哲 不是也都提出来 可能台湾的核能政策 必须要改选一策 必须要做一些修正 究竟是固守非核家园 神主牌重要 还是照顾人民生活 与维护生态保育 才是最迫切的 答案不言自明 期盼使政当局能倾听民意 走对的路